第158集 手持长刀的人一声惨叫 已经被打得解体 死状很惨 说来自哪里 不然这两个人就是你的榜样 我们来自混沌宇宙 出发 有话好说 这次来的可不是我们一方实力 三尊小圣亲离 与内无敌 这人说到倒也配合 你可以去死了 楚风说到向前逼去 盯着白发人 不要 我们可不是随从 我们是一位小生的兄弟 不要杀我 他们都在净土中吗 是的 接着 楚风又问了一些问题 此人眼神闪烁不怎么配合 那里有你何用 楚风出手 咳插一声扭断他的脖子 并且一直点出 雷霆轰鸣 灭其魂光 打了个形神俱灭 既然来人都在净土中 他就不担心找不到 火眼金睛之下 任何亚圣级的进化者 都将无所断形 都能被找出来 楚风杀气腾腾 这一刻他愤怒了 我倒要看一看你们强到何种程度 敢这么恶毒 坏我婚礼 还想换新郎 这般羞辱我 全部打爆 楚风杀气腾腾 这一刻他愤怒了 我跟你一起去 你不要露面 让我先看一看这群人会霸道的什么程度 不亲自灭他们 难以出心头的一口恶气 这群人太阴毒了 居然敢这么针对他 若非他布置的场域了得 今天的后果绝对很惨 不堪设想 楚风让圆圆陪着秦洛伊 同时让他们照顾老玉 跟着他一起离开了这里 他一昧一战斗 不摘一滴血液 但是整个人的气质完全变了 不再带着微笑 而是很严肃 要去杀人 楚风脸上没有了笑容 看起来很平静 但是眼底深处 十分深邃 酝酿着暴风骤雨 他去而复返 回到前方热闹之地 秦洛伊在中途时 进入一片株林中 被楚风用场域保护起来 要他暂时不要露面 一位老者惊讶 楚风兄弟怎么去而复返 同时眨眼睛在取笑他 不是要去洞房吗 怎么又回来了 嘿 兄弟 你想不想啊 不是沈叙了吧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大黑牛喝醉了 满嘴酒气 此时叼着一根大雪 家晕乎乎就过来了 嘴上说话一点也不避讳 楚风原本一脸严肃之色 带着杀气而来 结果一下子被他给冲淡不少 真想按住他的牛头 扔进前方的大壶中 楚神王 你不是说 吹像一颗只千金吗 怎么没有入洞房 难道 想我们了 嗯 一个性感妖娆的圣女 调戏 谋波流转 偶臂白皙 蛇妖鲜柔 在那里扭动着过来 一群青年男子 各族的翘楚 则眼中露出异样之色 都很期待 无不希望出现什么变故 最好 出大魔头 无法入洞房才好呢 同一时间 宇宙各地 正在观看直播的人 也都亚异 露出奇迹的神色 因为 秦洛音的拥躲太多了 真开心 说他魔头没有去洞房 难道发生了意外 跟秦女神吵起来了 所以将他赶出来 我很期待啊 这场婚礼 千万不要继续下去 真不想我心中的女神 羊入虎口 星海中 比婚礼现场还热闹呢 无数人惊讶 瞪大眸子 等待最新结果 现场 楚风微笑 这么多宾客都在 我怎么可能提前去洞房 刚才喝酒太多 去醒一醒酒 这样啊 既然如此 咱们接着喝 一群青年 顿时来了精神 原本都喝多了 还想拉住楚风 将他给灌醉 别说他们 昆仑的一群大妖 老驴 东北虎 敖王等人 也都喝得醉眼朦胧 那千年沉娘让人受不了 万年王酒 稍微舔上一点都醉人 现在再指望一群大妖 帮忙挡酒 那肯定不行了 兄弟 你这是自投罗网啊 一会儿非得被这群王八蛋给灌趴也不可 东北虎此时喝的太多了 一手拉着九命猫族的圣女 一手还在搂着金狼圣子的脖子呢 金狼圣子气到不行 你这头色虎撩猫族圣女也就罢了 为啥还搂着他不放呢 差点就要拼命了 若非把身体再虎视眈眈在盯着他 他绝对不能忍 出什么事了 黄牛上前小声问道 他没怎么喝酒 与此同时 少女夕也凑了过来 迎白而绝美的脸蛋上 现在红扑扑的 打着小酒阁 慵懒而娇气 心眸朦胧 欧阳风满嘴酒气 但也一直很谨慎 看着楚风十分警觉 楚风暗中严肃的传音 告诉兄弟们 都给我洗一洗脚 戒备起来 一会儿我要杀人 别让那群阴损之辈 趁乱伤到我们的人 然后他转身离去 金色符号在眼底最深处浮现 他动用火眼金睛 在人群中扫荡 要将那心怀歹意的人都找出来 他内心杀气澎湃 恨不得立刻毙掉 那怀着恶毒之意而来的 玉外小声 这一次 居然敢这么针对他 毒辣而阴损 同时也飞扬跋扈的过头了 还妄想坏新郎 辱人太甚 黄牛 欧阳峰在楚风转过身躯的刹那 就全醒了 迅速通知大黑牛 老驴 敖王 以及吴启峰 老喇嘛等人 而少女西泽美眸大争 开始掂量自己的天道伞 四处打量 一群人被通知 楚风的父母自然是被保护的对象 接下来 楚风在寻人的过程中 也通知大梦净土 简单而明了的说出情况 让一群老怪物怒火中烧 在大梦净土上 举世瞩目的婚礼 居然有人枪闯新房 要对新娘下手 太嚣张了 一群老头子平日修身养性 可是现在也都要炸了 尤其是 他们的一位老友 一位同伴死了 被人在净土中击杀 在家里惨死 遭遇恨祸 多人时都恨不得立刻活刮了凶手 这里是大梦净土 不是欲望 你混沌宇宙的人再厉害 顶尖强者也过不来 凭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 遮辱与杀人呢 若非他们活得足够久远 城府较深 换作旁人可能就炸了 毕竟大梦净土还没有这样被人羞辱过呢 有人在家中杀他们的师姐 还要侮辱新娘圣女 是可忍 孰不可忍 一群老怪物不动声色 烂中开始不止雨星动起来 发誓要宰了那羽外来客 什么小圣在这里张狂 绝对不行 当知道楚风要杀人 心有怒艳将喷勃时 净土中的老怪物都120个支持 忽然觉得这个楚魔头很不错 楚风手持酒杯 虽然很多人想跟他拼酒要灌醉他 可是当他露出少许秩序符文后 尾压流转时 让一群人心急 很多人直步 他在这片热闹的地带漫步 专心找人 此地 是圣人的闭关地 山峰秀丽 很多座并立在一起 而前方则是广场 非常开阔 宾客 正是云举于此 同时广场 披临几块药田 虽然有场域封艺 但是人们也能欣赏到七景 芝兰土翠 圣树开花 摇曳花雨 每一块药田都异常迅烂 五色神光冲销 七彩光滑流转 神圣而有心香 透发场域飘出来 至于广场前方 则是一个大湖 清脆碧绿 如同一块透亮的宝石 折射着精英的光彩 湖中各种奇异物种 游来游去 有大鱼 有千年的银色老龟 有依死蛟龙的生物 找到了 楚风吹着酒杯 在大湖畔发现几人 他的近景深处符号流转 一眼看透这几人的虚实 有亚圣启息 确切的说 他们的体内封印有亚圣本源 跟一个月前击杀的罗上相似 跟不久前 他击毙的三人也相放 一共六人 其中五人都带着亚圣本源启息 实力强大 不弱于之前的三人 而其中为首者 也就是那最后一人 容貌普通 只能算是一般人 但是气质很出众 懒洋洋的 什么都不在乎 坐在绿荫地上 对着湖泊潜移 其他五人都围绕着他 楚风感觉到 这个人很威胁 这是他第一次 察觉到一定的威胁 不客气的说 他打遍同代人 现在很难遇到对手 而现在 他终于觉得 出现了值得他全力以赴 需要认真搏杀的人物 不过他也惊怒 这样一个强大的 域外来客 很有可能 就是针对他的人 三位小圣 想来这就是 其中之一了 楚风很自然地走过 没有惊动他们 开始寻找 另外的两批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谢谢 请订阅